为什么足球比赛没人用圆圈证 看过西红柿首富的就知道 大翔队有一个无敌阵法 当年贴吧老哥界研究过 说这是国足冲击世界杯的唯一道路 只要所有队员收完手围成圆圈 就能保证绝对球权 要知道 足球可没有篮球8秒过半场 24秒为例这些规则 只要球在你脚下 比赛就会继续 所以依靠这个阵法 我们完全可以慢慢挪到对方进区 然后突然上开 临门一脚 哪怕踢不进 但保个平局 肯定是没问题 理论上来说 这确实也是可行的 不过咱们中超球队吧 他也会上网 那是深知球迷的整合能力 所以压根也没心 但谁承想 有些好事之徒 把他翻译成了英文 放到了外网上 结果被一位波兰教练看到了 他觉得 还挺合理 于是在2019年 波兰甲级联赛的一场比赛中 他们真的用出了这个菊花阵 不过效果嘛 差强人意 没走几步就被对方抢断了 而最惨的是 因为这个阵法需要人数够多 所以守门员也出来搭阵了 结果对方抢断之后 直接轻松打进空门 最后战绩 2-5 菊花阵大败 但也有球迷说了 这个阵法可能会阻挡犯规 甚至对方可以用 一字长蛇阵来破解 那我不专业 各位觉得 这个阵法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开机车之后 讲故事